男生常自慰會導致敏感度降低 喔!他其實原本的問題是說 你說男生常自慰會導致敏感度降低 但是我得強調我沒有說過這句話 你應該是可能是誤會了吧 應該是說男生常自慰 你會不會是看到那種有前提的 比如說因為A片看太重啊 然後他導致後面有什麼問題不知道 但是我沒有說過常自慰會讓敏感度降低這句話喔 好!男生常自慰會導致敏感度沒有啊 不會敏感度降低啊並不會 這個感覺我用一句話反問你們好了 比如說人類你常吃飯 你對飯的慾望就會降低嗎? 會嗎?我問你們嘛 你會因為今天吃飽了明天就不想吃了嗎? 或後天就不想吃了嗎? 或者是今天吃得很撐明天就不想吃了嗎? 或者是你今天吃比較多東西 或者是你常常吃同樣一個東西 也許你的慾望會沒有那麼強 但是敏感度並不會降低 因為你會飽就是會飽 你們應該聽得懂吧? 敏感度跟慾望不太一樣喔 你們聽得懂嗎? 好!那女人常自慰也會敏感度降低嗎? 不會啊!常不常自慰跟敏感度會不會降低 這是兩回事欸 敏感度我認為是跟你的方式 還有你當下有沒有放鬆有關係 所以沒有不會降低 所以不要想太多 就是我覺得所謂的常自慰 只要你是在你追隨慾望的情況之下 你不是刻意的 我覺得正常就好 你們其實去想一想 你把很多東西正常的 比如說想自慰就去自慰 而不是說啊!不能自慰 你有時候很自然的去看待這件事情 你反而不會多想 你越想說我不要做我不能做 會不會怎麼樣 你反而會把它一直烙印在腦海當中 所以我才會希望大家把它 它就是一個很正常的東西